國道募集在路肩的部分 有機車騎士出現在 不該出現的高速公路上 他一手拿著手機 而且是在沒有配戴安全帽的狀態下 持續前進 民眾募集的路段是在中山高的一百九十四 公里靠近彰化系統路段 這段畫面被上傳到網路之後 也引起了國道警察的關注 這名騎士究竟在國道上騎了多久 不得而知 不過國道警察接下來 將透過調閱監視器的方式 要確認這名騎士 沒有戴安全帽 而且在騎乘過程當中使用手機 以及誤闖國道的情節 要進一步調查釐清